現代醫療技術和主管是非常進步 不過民眾要做大病院 往往都要去更多 在等待看今的時間也要更久 現在再來就是這支推動醫療根據系統 希望民眾消磨病在基層精塑中醫 同樣是可以在到專業醫師的治療 若是大病這麼透過社區的精塑 才去大病院來進一步做治療 這樣才可以讓我們的醫療評論 我們今天做回來提升 一般人對於看病院都要去大病院 才能夠在到環境治療的觀念 以往是親親 因為出國來是非常集結 在在推動分結醫療的基礎 希望透過一種基層精塑和大病院 做相向專精的精塑 讓醫療主委會農會 更可以提升醫療評價 每一個基層醫師都是從我們醫學中心訓練出來 而取得專格各有各自的專格醫師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民眾就近在你的周邊 因為出兵就有一個好的醫生 當年他百分之七八十個病 就能夠看得好 其他百分之二十三十個病 也能夠找到 我們才會因為更好的一個醫師 水到時代進步 醫療技術越來越發達 其實民眾如果是覺得身體有問題 先到今宿就醫 一樣可以得到醫生鑽壓的精斷和治療 在基層的話可以節省一些醫療費用 治療效果也不會太差 我們都有專科醫師 我們每年都要拿到多少學分 我們跟台大合作以後 我們每個月都有回來開檢討會 跟台大這邊的互動一直都很長通的 我們的個案 我們只要轉診到台大來都很滿意 所以我們當然做起來都是很有信心 台大便宜也積極調向國家推動的政策去努力 除了需要跟今宿建立信任合作的關係 如何讓民眾信任這款的平台 也是使用相向專政非常重要的關鍵 從大問題或是平安雜政 我們可以麻煩到我們對著堅強還大的反對 那醫師到這邊 我們自己感覺是覺得 看照過病人起來更有自信 因為我們有點怕散我們的後盾 我們現在在改善流程 因為在轉回去的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需要很多的努力 那以前的設計呢 在這個轉回去的這個過程之中 其實是沒有辦法做得那麼好的一個流程 所以我們利用電腦系統 利用這個整個的提醒 還有利用我們的人員的追蹤 希望將這個轉回去的系統能夠完全 而且也讓醫師知道這個是病人 在治療完整之後 就應該轉回原來的院守 分析醫療的基劑 如果可以讓進入病院跟民眾得到最好的醫療環境 可以讓醫療主員提到露室 搭乎轉押更安心的醫療守護膜 記者代理會從報導